各位我們這個場稍微有點晚 越晚的越值得期待 然後越是讓你會覺得很值得等待 我想他也不在意 我們這一場也是王分的 吳特展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場 那今天的講者是非常重要的特展人之一 那他非常年輕從大學時代就開始參與 葛哈爾的文化附贈 文化證明 以及證明運動比較偏向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政治運動這個方面 那我覺得他個人 我相信在座有一些是他的朋友 也知道他所做的事情 他一個年輕人 然後其實成長的環境 並沒有葛哈爾語言 很刻意地用心地學了葛哈爾語言 你們如果有機會 他等一下可能稍後會講一段 我們的影片裡面 是有他用葛哈爾語講話的段落 就是不是一兩個字 是他們還是有一個篇幅的 所以其實他的例子正號的例子 讓我們知道這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用心 然後當然現在有他們前面人的鋪路 這個方法慢慢出來了 大家就可以模仿最最後面的 其他的年輕人是很大的一個鼓勵 他對老人我相信是一個安慰 這個事情是可以做的 另外當然他是他很特別 他知男的身份 我們看到知女過他是知男 所以把這個傳統的織布很在意這件事情 然後用了很多的心去找這些哪些 然後織布的織品哪些地方有 然後也學習了一套分析的方法 也確實去織布 那這個是跟現在很多泛泰亞的系統 在帶回自己的織布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一個大 像是跨地域、跨部落的一個運動 而且這是一個文化性質 而且可以深耕的 他可能也跟文化觀光、文化展演很有關 那他的年紀不大 就一路走來有很多的心得 那他的例子也可以讓大家知道 一個原來不被看見的一個族群怎麼樣 因為他們的努力、老人家的支持逐漸被看到 現在反而是趕快成為險學了 靠他們的努力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講者潘正浩先生 不要用麥克風 大家應該都聽得到我的手 用麥克風反而覺得好有距離 然後大概謝謝童老師的介紹 很高興大家今天來聽我、來分享 就是在這幾年來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來去做達哈佛的肢體負責 那我先調查一下 有先去看過樓少門展覽的情緒師 所以大部分 還沒有看過的 等一下演講完 應該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關於展 趕快 用演講完時間記得去一樓看一下 也滿精彩的 然後我今天大概 因為我回去剝落大概從大三那一點回去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說 但是我就挑了一個可能 現在就是大家可能比較沒有接觸到的 就是織品 我們如何在做織品文化的負責 因為我們做了語言文化負責 我們做了自己的文化的負責 那織品這個部分我們到底怎麼做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請多多多一點 請多多多多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 下面的東西 這邊 欸 在這裡 那 最後這可以 那這裡 就按這裡 然後看 然後這是我的一些簡單的簡經驗 其實我本來不是科團出生 我是化學系列的 然後其實當年就是因為大三的一堂通識課程 叫皮股處理他導入 然後悟不達悟莊的回去自己的部落 來瞭解自己文化 然後我現在在協會是擔任常務監視的職位 然後在副弱是擔任部落的營造人 然後我大概有一些相關的著作 然後寫出了達吳語的分類指點的編輯還有發寫 然後我大概兩年前寫了一篇文章 也獲得了遠中文竹的文學獎 大概是一些簡單的簡經驗 那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而且時間應該是說時間很聰明 所以我大概在談論這個問題 我大概把它切成兩個場次 第一個場次我們先來討論 什麼是卡哈夫的織品 我們當初怎麼去做這些織品文物的探索 然後去了解自己的織品文物是什麼 那下半個場次我們再來討論說 那卡哈夫究竟用了什麼方法 去達到我們做織品文化附贈的這件事情 那首先一開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當初卡哈夫想要做 就是服飾織品的重建 第二是我們為什麼要談服飾這件事情 那我用一個圖 如果說我們把這些中文字蓋掉的話 如果你對原住民文化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的話 你可能看他穿著什麼樣的服飾 你就會大概去辨別說 這是什麼樣族群的人 然後所以說當那個時候 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傳統服飾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這些傳統服飾 他可能包含了物質文化 然後包含了各式各樣交易的一些細節 可能都會表現在你的服飾上面 然後他對你建構這個族群的 歷史上的生活背景 你會有一些幫助 那所以我們都想 欸好 那什麼樣子改他做真正的服飾 然後所以服飾他不只是文化 物質文化的範疇 其實他也包含滿多精神文化的範疇在裡面 都會表現在你的服飾上面 然後你居住在什麼樣的地區 你才有什麼樣的材料 才有可能做成什麼樣的衣物 你才有可能然後你在什麼地區 你用了什麼樣的資據 你才會織出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都會跟你的整個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包括你那個地方如果沒有這個藍料 你怎麼會有那個顏色 如果說你沒有冒畢 你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物質 所以全部都可以在服飾上面看得懂 那台灣算是分了那麼多族 但是即使是同一個族群 他在不同地區的服飾有沒有可能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這些大家看喔 全部都是台灣族 那哪裡不一樣 就是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這邊的台灣族的衣服 他身上有哪個族群的味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居住在東族的台灣族 所以衣服文化也會因為你的人群接觸而去改變 所以其實我看你的衣服的東西 為什麼你的衣服會有哪一個族 也有相似的族群 可能就是在這個長久的過程之中 文化交流下來的痕跡 那我們看這一個 他是北排的衣服 所以他身上有一些可能會有如海族的影子 那中排的衣服除了這種傳統姿勢 中排衣服像片褲就有很多這種紙條列 然後像這一套中排的風族裝 也就只有在萊茵那邊 比較富有這樣的服裝 那這一個比較特別的也是台灣族的 那一個女班高師那邊 所以即使是台灣族 即使在學葉飛進的台灣族 其實他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他的服飾都會搶成變化 所以服飾他其實是跟我們人類最貼近的 所以我會把他放在我的身上 表示他跟這個族群其實之間 其實應該要有很多的連結和服飾 所以服飾他也可以透露出一些訊息 什麼樣的訊息 又用台灣族的例子 欸這也是台灣族一個結婚的場合 所以你光看他的服飾 光看他幾隻羽毛 你可能就可以知道他在這個族群的身分地位 而且你從他的服飾上面才 你就可以發現說 欸其實他會族和平民之間 也是有結婚差異的 那都在在從服飾就可以反映到這個文化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服飾的屯文 他也可能是一種文字 那只是這種文字 可能是祖先那時候的執故在想什麼 他想要闡述什麼樣 他可能也是在執一篇故事 或是執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只是我們後人到後來 因為有一些東西失傳 不見得可以完全去解讀 但是有一些也會跟他的起源神話 各方面的關係 然後大致上我們可以看 全台灣的原住民的一些圖文上面 其實他都要包含動物類 或是植物類的 也有一種是什麼 可能象徵祖林啊 象神信仰 譬如說台灣族可能都會有 百夫神 桃湖 那有一些就是日常生活中 太陽 山啊 或是一些植物 然後有一些圖文也可能是因為 原來你只做個器具 所以他會很自然突然就會產生一些 幾何圖文 譬如說大臣最常見的就是林心文 那林心文其實並不是只有太陽族群才有 只是到後來我們看到林心文就覺得 好像只有太陽有 但是沒有好多族群其實都會有林心文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植物的器具裡面 當你整經的方式是某一種方式 你調查出去 現在你調查出去的時候 就會重現林心文 那只是每個族群用的計法不太一樣 所以林心文可能跟你的植具也有關係 也滿能力的 那所以我們看一件這樣台灣族的衣服來講 你可以看到有太陽 有百夫神 然後這邊 袖子這邊也都有一些毒量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喔 這一個人 他這件衣服 基本上一定是衛族才能穿的衣服 因為他有很多衛族才能用 包含側邊的這個 為什麼台灣族側邊這個也只有衛族的 因為他其實以前是紋身的 然後後來沒有紋身之後就把這個小紋做在衣服上 這是東台灣那邊的衣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一件服飾 他的表現去區分很多事情 包含他的社會制度 然後甚至有一些族群是不同的 階層或是不同的身份 他穿著的衣服不一樣 譬如說阿美族衣服沒有被改的時候 他其實是無視才穿紅色的 一般的阿美族是穿黑色的 那到後來他是因為一些政治力的關係 去把它改變 因為紅色比較習慣 所以當那時候他們被短化的時候 就會有穿大部分阿美族現在會變成穿紅色的衣服 但是他們在早期的話 不同顏色的衣服可能你的身份 或是說你的年齡就是不一樣 譬如說有一些是婦女的衣服 和好悲男的衣服好了 有被一個健帶的一定是為婦女 所以其實從無視以後 你都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然後包含說你的婦女程度 如果你身上很多背珠 很多瑪瑙 那基本上你一定是有錢的 要不然在以前物質缺乏的時代 你不可能會有那麼多這種外來的物質 那所以其實從一個人身上穿的服飾 你也可以去判斷說 他在整個族群裡面 他可能是有功勳的呢 還是他是特別有錢的 還是說他有什麼樣的生命的體驗 或是說他可能是無視的價值 那一開始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好 一開始我們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好 那到底什麼是 改他不足的衣服 所以怎麼辦 除了問勞人家之外 我們就先做了文献調查 那要講平谷 改他不足的衣服 所以最早的一個有相關寫到文献 就是成帝的東方紀 那時候他如何描寫 我們平地的平谷族群 雖然說這不見得完全是改他不足的 但是我們可以去了解西部平原 最早我們現在還是怎麼樣來講 地暖 中下都不穿衣服 然後女生是潔潮群遮蔽下腹而已 然後不然先怎麼樣呢 然後後來才有這些 馬阿拿娃 瓷器這一些 然後後來我們才有穿衣服 大概一開始簡單來講是這樣 然後在皮海既有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在講到 然後他御用的周圍我看到有人穿衣服了 那個穿衣服的人他說 衣服是短的到肚臍 然後叫龍蠻 然後他是這樣 他是兩片布把它縫成一片衣服 然後縫背後還有左右 然後左右就到腋下而已 這就是一般我們講的方衣品質嘛 兩片布可曾經 所以你現在去看國貨版的很多品藏品 無論是泰雅 阿塞 夏達 瓦德 很多是這樣的基礎的形勢 對 然後其實在清朝的時候 就有做這樣的紀錄 然後他還說 以後用陸品 然後下月節馬之後 把他刮蝦子 然後後來有布之後 然後用達德五式子 就大概清朝的文件是這樣子 然後也有喜歡麻辣夫啊 或各方面的 也會擦花 或者是擦一些羽毛 所以你現在清朝文件 我們就開始慢慢去查出說 他怎麼去瞭解 那 這裡 就很多 就是 然後半線以上 半線就是彰化半線 所以大概就是彰化為之一倍 大部分是用樹皮 然後或是是柱馬 來做羽毛 然後也有像那個古西皇的最像 就 以前 遠古時代 因為清朝 那我必須講 做清朝文件 在描述台灣拼圖地的時候 就是 用意外大漢人的中心思想 去 去想像和描述 所以有一些 用詞不是真的那麼恰當 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用詞裡面 去大概了解一下 在當時的漢人點中 如何看待著西部 平原的這些族群 那 在以前 在 清朝時代有沒有主持分類 我們現在不是有把眼睛裡 分成16組嗎 清朝時代有做一個非常粗淺的分類 那 那時候 因為他只分類了西部平原 他接觸到的族群 也就是屬於我們後來講的首番的部分 然後大部分的神番的部分 在那個時代是沒有做分類的 那他大概把台灣的 他接觸到的這些原住民族 分成了北陸侏羅番 跟南陸鳳三番 北陸侏羅番 他的分類房子是 12345678 所以總共1到10 南陸鳳三番就分成了1 然後還有鳳三魁壘番2 跟朗橋發射 大概以那時候的分類房子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有被分到的有幾個族 周族的一部分 邵族然後鳳三魁壘番 這就是清朝這數有接觸到的族群 然後一些些的如海族 台灣族還有斯卡羅 但那時候有 那卡哈里被分在哪裡 在北陸侏羅番8 然後8 包含了大陸社 牛蠟社 撒陸社 這些全部被分在8 那這個分類有沒有問題 我們往後看 那他這分類的問題就是 如果以我們現在 我們族群跨分裡面 北陸侏羅番8 包含了現在 大概就是現在台中地區 那包含哪一些族群 我們現在講的 帕布拉族 馬布撒族 巴宅族 跟達哈布族 所以等於是他那時候 劃分的 北陸祖羅番8 現在可以在獨立證明為四個族群 語言文化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的劃分是很粗淺的 那時候對於我們的 一些描述的話 他會說 我們按理跟婆阿利 婆阿利 婆阿利就是我們後來講 達哈布 就是以前在清朝是講婆阿利社群 還有阿利斯 這一些五社不除外山 也就是我們都住比較內山 偽向貓武術交易 然後他說尤其是婆阿利 就達哈布這個族群 逼近於內山的深藩的 美里國跟貓獨貓獨兩社 見出殺人 也就是他說那時候 嘎哈布人還跟那邊的深藩 就是美里國跟貓獨貓獨 就是屬於泰雅的聚落 都是會出草的 然後後來他又還有說 我們以前的八仔族 跟嘎哈布族 以前的女生 他會文明 然後頭會記起來 然後所以他有點像 我們講的泰雅族的文明的方式 那他說我們那邊還有一種狗 然後類似西洋的 然後不大但是顏色白 然後我們取他的毛 然後用倩草來染呈現 那倩草染是什麼顏色 有人講過密碼 平常染起來就是這種鮮紅色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當代的達羅衣服 都是紅色的 可能跟傳統的一些 他顏色的喜好和取材有關係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在清朝 就已經有用狗毛 然後染成紅色 然後來製作衣服 那在清朝時代沒有上級 所以他們有畫像 所以我們可以從畫像來看看 那個時代 看著來看台灣平土族群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可以從那個畫像來看 那畫像主要就是 翻色彩光圖 跟另外一個叫黃青植貢圖 那這個畫像來講的話 好 跟織布相關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翻色彩光圖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以前在講畫法 在看中部平土族群那邊的織布 方式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有沒有 有點像防疫組織的概念 很像布都沒有什麼檢查 兩件布封的成一件衣服 在翻色彩風族 有多少可以看得到 那這一個我們今年 有找到 Wazey Gahabu的織布集 的確就是圓的 我們最後面下半場的話 可能就可以讓大家看到那個 織布集的圓貌 所以其實翻色彩風族有一些東西 必須經過重新的判別 而且你要去可能看從他大概在畫那個地區的 因為翻色彩風族其實是可能光織布 他可能就只畫中部的 然後成屋 他可能會畫那個地方的 所以在做判別的時候 我們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但是我們的確在現在來看 一開始可能對於太亞族來看 他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摳圓 織布集怎麼可能會是圓形的 在很多族群那裡都是一個白紙 或是三角形的 那怎麼會是圓形的 很多人都說 那時候只畫這樣畫錯 亂畫 那後來刺針的確是圓的 那這個我們下一版場 再來講 然後他那時候黃青植貢圖裡面 他就只有一個是彰化大都等色的手法 那這個的服裝樣貌 基本上我覺得 漢青那達哈部族的服裝樣貌 是差異很大的 所以應該不是畫達哈部族 好 好 那 我們爬數了這些之後 欸 清朝的是這樣寫 那 那 中美有這樣記錄 但這樣子夠不夠成我們 有辦法去恢復我們自己服裝的時候 的資料 一定不夠 而且他的資料是這樣 雜亂的 即使他有分類 也是把四個族群文化 揉在一起給你看 那你不知道 哪一個是我們的 那一個是他們的 好 這是什麼 好 所以我們在看到 那個日本時代 那日本時代他就是說 欸 嘎夫把這一隻變成男生 他就會穿 戴一個帽子 那帽子叫 嘎夫 就跟我們現在講 主語嘎夫 是一樣的 就是帽子 他說我們是用柔皮字的一個 像碗狀的原貌 對 那可能是柔皮嗎 或者是索其實是藤帽 因為我們後來看到實際物件是藤帽 然後他當時會寫柔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優柔皮做的 還是說他可能看起來 對於漢人來找 不知道藤可以來做這個 他就可能做寫這樣子 但是大概可以看 的確我們在博物館看到 碗狀的有沒有像一個碗 好 然後他就說我們也會用一些 彩色的細竹 然後去把它串成一個頭褲 有沒有像這樣的彩色細竹 然後所以我們就大概 那時候找博物館的 然後去對日本文獻 好像是可以找得到相對硬點 好像講得是蠻正確的 然後他算我們甚至結婚了一個花帽 然後他是用銅圖的木就是那樣的通巢 去做成的一個帽子 像這樣 然後上面插花 就大概這樣子 這個我們目前真的沒有找到 柔皮有點藏到這樣東西的食品 但是我們在我們這次展覽的窮 那時候試圖用疑人家具畫的這一章 把他稍微 還有他的敘述稍微把他模擬復原了一下 就是腿包 等他腿包的感覺可以看到 然後他就說頭髮部分 男生就大概就直接發洪洪了 那女生前面的瀏海會剪齊齊的 這個滿特別的 而且他還寫說至今還有保留這樣的風俗 然後因為後來滿清政權來的時候 乾隆中葉時候 男生的法式一律被改 你就是不能留自己的那個法式 所以一律改像大家看古裝劇的那一種 變辯子的那一種 但是女生他沒有限制 那所以就大概好有這樣的描述 那我們就往下看 然後在1978年李修夫人那時候到埔里 他們在埔里傳教的時候他有發現 在普適三個傳教所 那時候普適哪三個傳教所 愛蘭 大男 牛女 就是現在愛蘭教會大男教會牛女教會 好他說這三個傳教所的婦女 他們 你知道嗎 他們把他們頭髮從一個耳朵分過去 然後前面的頭髮往下梳 帶住耳朵直到眼睛 那就撿起起的 然後後面用一個髮劑塑在頭上 然後用一個藍色的布蓋在頭上 然後怎麼折彈大概講一下 然後他說前面兩個腳鬆鬆的 後面兩個腳綁起來 然後塞進去就很像一個無邊的遮陽帽 然後說他們的這個看起來狂野且快意 而且他們比男人保有更多野蠻的樣子 這個是以外國人的腳步來看那個時候 埔里地區也就是把這些 那時候婦女的穿著樣貌 然後所以不只他 然後其實在其他的東西大概都有寫到類似的 包含安妮大社也有 好 那我們就來看 他長的 畫的畫像就長得像這樣的樣子 這也就是為什麼趴哈魯在近期做製妝分身 然後在台大的田野罩 你去那個時候在台中地區田西里 就是以前烏流藍色的 牽到埔里之前的烏流藍 就是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法式的方式 然後這一張是大南部落的老照片 他也可以找得到 那可能像阿姨小時候有沒有印象 你這年紀就沒看過 有一些大概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他們就說他們的媽媽 這個就屬於他媽媽那個年代的帽子 他們是用一塊防護去整出來的 然後這裡大南的另外一張老照片 有沒有保留了前面頭髮尖漆漆 這個 所以其實有一些以前的描述 和我們對照日本時代的文獻 好像描述的又更貼近於我們熟悉的樣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現在複製的傳統服飾的服飾裡面 為什麼有這麼可愛的帽子 其實就源自於他 但是你說複製完原本的沒有 我覺得還沒有 我覺得我們可以盡量努力 就是如何在把以前老人家 用防護折回來的那個樣子 把它複製回來 那我們這個投資的方式 就真的是完整的被複製回來 好 那頭上的講完 以前的耳朵怎麼弄 好 我們看文獻 他說男生會穿個洞 然後這個會有竹子穿過去 女生也會 然後掛竹子 這個的確我訪問到熟成的老人家 他們說以前他們在小時候看過老人家 真的他們也有穿耳洞一些穿得很大洞 然後上面可能掛金子 掛一些裝飾品 男生什麼的 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在很多原著 台灣原著兩項也有 但是的確卡哈魯也有 好 然後就有這樣子的記錄 然後就有竹裂 男友馬老竹這一些的 但是他講的這一些 我想應該不是我們族的 因為我看他的那個益成文族的語言 好像找不到想對應 所以可能他這個是描述到其他族群的 好 那卡哈魯 我們一開始有嘛 請曹文欣有說 我們女生有聞面嗎 那男生有沒有聞 我已經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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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哈魯也有聞 有聞點 也有聞點 你是說相似的有沒有 是聞這樣子嗎 還是聞這樣 還是聞這樣 我不知道 這是女生還男生 女生 女生啊 那男生有沒有 不知道 我聽過過 在文獻上我的確少說 卡哈魯以前 就有人說 貧母族群有聞聲 那卡哈魯的確也有聞聲 那在文獻的記載 好像大部分就講 我們早在一瓶就是講聞聲 但是老人家的說 男生神上也會聞 那到底有沒有聞聲 可能後來我們就看看 那所以 在那個年代 我覺得卡哈魯應該是有聞聲的 那關於織布的記載 就我們剛才有講過 有一種狗 狗毛 然後在一些文獻我們也可以找得到 就是在他都八仔主廚了裸體 然後黑白的短衣外 他可能還有一些防衣 達哥文的傳統服飾 然後大部分駕駛的時候 會傳紅色的衣服 然後冬天也會用陸皮來癒寒 然後他說 剛偉尼牧師那時候到補色的時候 就是到補藝的時候 他在吳明羅蘭那邊遇到賽的客主 東邊的神藍肉長賽的客主 來找我們的頭目幫忙製定 然後他們也是送了紅色的藍龍的塗料 所以大概以前的貿易 包含了物色那邊來的也用 然後可能那時候很多的物料的物資 紅色還是圍給大眾 那以前他們有記錄到說 他以前讀文就是我們講的直播的主語 他說我們的直播器具大概都圓了這一些 那他原本資料還是只有寫主語啦 然後後面其實前面的一些固定方式 所以就是我們後來根據他的描述 我們自己添加上去的 那所以大體來講 他以文獻上的描述 其實打哈魯的傳統直句 其實跟安泰亞系統的傳統直句 其實是大同效益的 根據描述是這樣子 那所以大概又斯卡爾的描述 就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是以太亞的 那打哈魯把這一道長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找得到台大的田野照 好像如果是四年 他們到 就台大到佛琳的地區的田野照 有沒有一樣就是後面會有比較淡 你想像一個人 我人是坐在這裡的 然後腳是比住這裡的 所以我的直播器具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和太亞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的這個夾夾在布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板子 然後太亞有些是用兩片這樣的板子去夾 那不是喔 我們是一片 然後它那個板子上面有一個凹槽 然後那凹槽就是卡一個圓 一個圓的主棒或是木棒 這樣卡住的方式去做捆綁的 就在一開始製作這個部分 然後它的打尾刀就是單刀就是單刀 就是太亞的它可能是兩邊尖尖的 但是卡哈魯的只有一邊尖尖的 一邊是平平的 然後它這裡的書碼架 它是用一個扣子 這樣去把它扣住的 然後後面的植布肌 有沒有跟剛剛的裁縫組一樣 是圓圓的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角度 然後可以看得出 這應該是比較大片的布 和比較小片的布 它可能有兩套布 有一些東西有兩套 然後它只是查在寬窄 應該是支寬的和支窄的 用的不一樣 所以大概我們從這裡可以了解 卡哈魯的服飾衣服 那它的服飾大概也是怎麼樣 他說以那時候前到埔里地區的時候 其實他說大部分其實都已經穿了 類似像中國人的服飾 然後所以傳統服飾是長什麼樣 其實也幾乎看得到 那這邊大概就是 也大概說了一些 就是卡哈魯男生女生的一些樣式 然後他說他大概這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女生男生的樣式 然後他說各自的都大概是 扶枝花紋為主 然後同樣的我們看也支在女生的 衣服的下裝 然後他有說男生和女生的衣服 雖然都略有差別 但是其實基本上還是同一種款式 所以其實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判斷博物稿文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看文也很難去判斷 說到底是男生穿還是女生穿 因為好像在圖文上是不分的 對 然後也有老師是說男生穿的鬚鬚比較短 或是女生穿的鬚鬚 女生穿的鬚鬚 但是事實上是怎樣 目前文也還在找 但是大概卡哈魯的織布的圖文 大概都有他一些比較固定的形式 那在台大帖文照同樣 在有採集到這樣的穿著方式 就跟大概前面的描述差不多 通常卡魯以前人穿的衣服 都是無袖短衣 如果說有纏袖的話 就是一個袖套型 額外再夾上去的 那它是衣服 是兩件式穿著 也就是裡面是一件的 外面一件 兩件附件 然後前面可能就是一個這一部 但是當初天宇照友講這個其實 他雖然是男生 但是他這個穿法 其實就是模擬女生的穿法 那所以他說女生大概就是 像剛才看到那一片褲前後版 就是以前女生的穿著 那男生可能就是 一個像頂姿褲有沒有 看賽德克巴萊的那種頂姿褲 我們部落講的可能都是 對 穿那個東西 然後以前男生沒有穿褲子 就是床頭都是 對 然後就有了一件衣服 或是一件尬褲這樣子 然後在藝人家局 那時候時候說 我們有一種衣服很特別 跳舞用的 然後它大概兩枚 然後跟你的身高差不多高 對不對 上面有美麗一樣的長布 然後一個垂在前面 一個垂在後面 然後跳舞的時候它會飄 很堆數一個 所以我們想 欸 以前我看這一段的玩家 那到底這個衣服 該長什麼樣子 後來我們找到了 你長日本實在的明信片 那它這張明信片 其實它在這裡 就有一些記載 那時候可能日本 自然應該是日本比較初期的 所以它對台灣原住民 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分類 然後我們看它的穿著 還有樣式器 它裡面已經穿漢服了 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大概在推測 這個 我如果以它的圖文去推測 可能基本上就是 可能是像守城都那邊 會有走標期的圖文 這會走標期 在日本天理大學有一塊 這種形狀的 這個圖案的 然後它是表示的採集筆是守城 所以我在想說 這應該有可能就是 在嘎哈布 在嘎哈布俱樂盤 只是它那時候的族群介紹 其實很有趣 它竟然把我們歸類在深藩 所以以這個來講 所以它可能是剛來 所以那時候的分類方式 並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它大概這檔只是在講說 那深藩大概各有六個 風俗各異的族群 所以那時候還分六族而已 所以應該是真的很初期 沒有調查到很難的這個時候 然後它就說 深藩的服裝形式上非常顯眼 其中一個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就在想這樣 那平時到底這樣會不會這麼穿 我是覺得應該不太會 因為如果我們回歸到人性好了 你兩片就掛在這裡 你要走路要做什麼 好像都不是那麼方便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旗子再給它來講 文化意義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招丟 對 它就是 它就是走標的 最後搶的那個旗子 對 然後照卡哈魯的傳統詩詩 是 我走標第一名搶這個旗子之後 回去喔 是全村的人要到你們家去 堪詞進來言 然後你這個人就要請客 所以我在想說有沒有可能 他這個是真的是他遭遇得到的 然後可能日本人來拍的時候 他都只是傳上去讓他拍 對 那或許這樣的 對 然後或許這樣的跳舞形式 有沒有可能就只待 我在猜打 就是有沒有可能就只待 那一個晚上的癌 的時候 然後他把他得到的走標 其實掛在身上 這個人會這樣子穿衣服 就穿得像這樣子 或許有可能 然後其實卡哈魯的服飾 在很早之前 在東北延人 在1954年 其實他就有展到一件 好 平骨飯 巴西族的衣服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卡哈魯族 還是被分在巴仔族的一部分 然後他就有拍了這張照片 然後有一些實事介紹 然後他的日文 麻煩一層中文 那他就說 在普里京城地 也住了一群 從台中遷來的平均族 一層反多 然後算其他吳牛蘭 這幾個部落 他說我們的女生善於編織 然後 而且他說我們編織的文樣非常優美 不會輸台灣品 然後 就可以看到 甚至織了一些瘦毛 甚至織了木胡蘭的織品 但是這一些編織的技法 和織品已經消失了 然後他另外還有一個銀文 那銀文部分反映是 巴仙 他是漢化的原住女生的一個部落 住在埔里 然後他父女從媽媽那學習到編織的時候 然後做成這樣的衣服 就是剛才 我們看到這件衣服的介紹 就是他是一個旗刊的動物 按把他翻譯成這個 然後後來我們去找台大的 因為工本園那時候在台大任教 所以我們去找台大的博物館的編號 的確可以找得到一模一樣的衣服 然後他的下面其實就已經破損了 沒有像他那時候排的 沒有像他那時候排的那麼完整 須須都已經開始脫落 那我們真正在我去看這件衣服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他的採集地 是在埔里大門 所以其實他前面寫的 大概都是一些同仁型的介紹 也就是他看了這個 這個被標示的發展 他寫了一個同仁式的介紹 但是真正這件衣服的採集地 很明確是在埔里的大門 然後大概就 然後卡哈布爾夫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編排方式 就是他在這個上半部 有很多都是這種 幾條狀的 下半部是水平狀的 這種編排方式 我們先看圖文 看圖文的編排方式 你會看到很多衣服 其實都有這樣子 尤其是我們整個滿版的衣服 都有這樣編排的結構 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的衣服很喜歡留圓書 當然有一些沒有留 但是很多衣服我們看到 都有留這個許許 包含走標旗 也是有很多許許 這在於很多原住民族群 不見得可能有到這樣的特色 所以我以後會把它毀裂成 卡哈布爾夫的主事 其實有一些滿特別的地方 那其實前面剛才講的 有一些他說編織木湖巢 這些 其實我認為卡哈布應該沒有 但是我們在有一些 被博物館的屋裡面 被錯誤毀在八宅族的 的確有植類似木湖巢的 但是我後來判斷他有可能是 拿霞那邊的衣服 那可能是他們幫過來住 怎樣還是怎樣 我不太認為那個是屬於我們的 但是拿霞他們就真的有這個 木湖巢之類 所以有時候文獻的探讀 我們後來再慢慢去尋找說 我們會有很多新的發現 去推翻一些先人的敘述 那在下面我們怎麼穿 就會有卡丘 然後他說我們甚至有一種木脊 叫薩薩兵 我們現在高度主義講鞋子就講薩薩兵 所以在傳統文獻上面 在文獻上面的確可以找到 那他說有一種木脊 他說我們的木脊是用木頭剖開的 然後他說形字跟日本木脊很像 但是他在三個地方開動 然後用藤條去做雜結的動作 然後他說前端開動的做法 不是在正中央 因為日本木脊 前面那個地方是在正中央 對 然後他說我們不是 這個族群的薩薩兵不是 他說是在龍子和石子之間 而且左邊那個左邊木脊會往右邊平一點 右邊木脊會往左邊平一點 所以我在想夾腳坡 我們應該可以去申請專利吧 有沒有像現在拖鞋的一樣 所以搞不好拖鞋是看檔和文獄的 目擊發明出來的 然後所以我們 好 文獻看完了 我們就大概看一下博物館的東西 到底哪裡可以去找到我們東西 我們就找到博物館 那博物館就有這些數位點長可以去看 那除了博物館的文物之外 我們也找了日本前景會的影片 他的影片其實也有一些介紹 然後大概就是中部地區的評估組織 所以我大概把影片的一些圖案去做了一些截取 你有發現這個阿嬤神上傳的這一套 有像這一套 我們雖然說他很模糊 但是我們看那個圖案點牌的模式 還有這裡的樣子 還有虛虛的樣式 所以基本上想應該這個是把這個好幾個主事 或把這個阿嬤神的應該沒有問題 有沒有婉中的疼貌出現 甚至還有紋念 但是他紋念就很像賽格科 會帶來男生才會紋著紋念 但是他是紋女神 所以到這個到底是怎樣的很不奇怪 但是至少我們從他神上的服飾 我們就可以判斷說這個到底跟達阿嬤 跟達至於有沒有相關 然後另外同一個影片 另外一個女生的服飾 就是我們同樣在各個博物館裡面 有沒有 你不是說防疫組織沒有袖子嗎 那為什麼這個女生有袖子 其實他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袖套 所以他是從穿袖套之後再穿衣服 所以你如果看照片不仔細看 你會覺得還是長袖 那這一套如果你想要看的話 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二樓 有這一間 因為我說今天大家有時間 離開大門之前 你可以去那邊稍微看一下 你就會看到 左標旗 然後還有短衣 然後還有遮音部 在長射管都有 那其他還有很多 他沒有轉出來就放在庫房 但是至少有一些東西 你如果今天想看 其實看得到的 那我們也從影片裡面看到這個銅鵝 那這個銅鵝 那這個銅鵝的樣式 有沒有很像部落線索的這一支 形式有點像 所以其實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在博物館裡面的東西 對照日本文獻 在對照部落線索的文獻 很多東西他可以產生一些新的理解 那在早期其實很少人做這一塊 而且整個可能貧苦族 甚至也曾經被擋作一組 所以很多東西全部混在一起 沒有分類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慢慢的爬書 慢慢的從文獻去找 從博物館的文獻去找 去分析去比對 然後慢慢的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到後來 我們大概盤點了一下 我們自己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或是看書找得到的 我們大概找了幾個地方 譬如說像台大人 葉水博物館可能最有55件 那在國立行博物館有31件 但是現在可能不止了 因為我們又有新的發現 那在博物館有13件 然後各大國外博物館 日本其實長量是很多的 日本民國14件 但是我必須說民國的很多件有問題 可能都不是我們的 然後有一件是我們的 不要給凱達哥來做的 所以他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日本民國收藏的挺晚的 所以其實他在墳內 可能他可能就只是單純聽 那個文物商的說詞而已 所以我發現其實日本民國的墳內 有很多是有問題的 那天理大學的部分 他也非常多我們的文物 大概有80件 但是他有出一本書 上面有寫一些材質地 因為我一直很納悶他們材質地的準確性 因為有一些我不太認為 有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也有一套 我再猜他可能有兩件衣服 可能是塞下族 他把他錯誤回六層評估出去 所以大概我們目前收的 大概已經到現在 大概我已經收了兩百多件 就是登記兩百多件 就是在國內外博物館 可能有我們的無辜的部份 他有沒有可能判別錯誤 大概也有可能 因為那個圖片不明顯 但是大概我就從他的形制什麼去判別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從這樣的方式 慢慢去把它比對出來 那在這比對過程之中 因為很多國物館的文物其實不是那麼清楚 那我當初我怎麼樣去把它比對出來 其實就真的要感謝台大 因為台大人類學國物館 他的所有的點藏品 大部分都是 就是學者到部落去做田園 採集回去的 所以他很多有明確採集地 所以我的方法是 為什麼我今天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就是把它直接改造 我會有的服飾的羊貌是因為 我先盤點了所有台大紀錄的 在牛棉跟大南部落採集到的服飾羊貌 還有埔里烏牛藍 採集到的羊貌 我把它全部盤點出來 各位看多了之後你真的會有感覺 然後再用這些圖示 這些的編排方式 在各個國物館裡面有的 我們就先把它挑出來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會說有一些東西 我不容易還是把這個 然後我也在台大這邊 我看到一件首承收藏的布 但是我也覺得它可能不是我們的 對 那就是必須看多之後 就開始你會有一些明確的一些方法 那的確台灣大學的人類學國物館 也是目前原始資料最完整最豐富的 所以是我們區別它最大的 譬如說像烏牛藍 其實採集到這件衣服 是在埔里的牛棉跟大南都沒有 那這件衣服的特色很特別 它的所有的織紋你看不到 因為它都用很細的線把它打得很密 然後所以它用的柱馬性的特別性 所以這件很費工 然後它都會有兩排 甚至三排以上的 那這一件 目前我只在台大看過 國內 國外的話 日本天理大學不少 至少兩三件以上 然後衣套 然後腰帶 所以這三件 目前都緊張在台大文明學國物館 但是好像有幾件放在庫房 這件應該看得到 對 那這一個風格 就和市莊大南永遠採集的 完全沒有這樣的風格 然後我們也從一些國物館的刺繡 我們可以發現 它我們部落的一些目標 竟然是有相似的圖案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服裝 它會出現的圖騰 可能跟它生活器具 也都可能出現相似的圖騰 而且這之間是有環境性的 然後這一個是台大的點藏品 在國物館二樓看到 這一個就是我們在 卡古這次展覽裡面 有借展的這一個銅鑼槌 你可以發現在這 第一個它的樣子外型就長得非常像 再來它的雕刻紋路 你可以看到國物館這裡的雕刻紋路 這一個點這個點這個點 和這個一二三有沒有一模一樣 同樣的圖案同樣的形狀 但是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我還沒有找到 但是的確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族群其實它會喜歡用的圖案 配圖方式各式各樣的不容易改變 好 然後我身上穿的這一件 其實是我們大南的一個部落的現存人物 那它是一個潘化阿嬤的嫁妝 那想細節要再展場有 我就不細講 那你們去看展場 那我們今年一度就是嘗試把它附贈出來 那這一個批肩的話 大概判給皮革皮革的 在國內好像沒有 但是在日本皮革大學 倒是有很多這樣的收藏 都是在埔裡採集的 所以它背後可能會有很多資料 那它的圖文其實也有相近於 泰雅的瑪麗法群 那到底阿哈姆跟泰雅族群之間的關係 這塊部搞不好就可以說了一些歷史 一開始我們看到這塊部的時候 我們也有想說有沒有可能是 因為我們在埔里地區 又擔任貿易的角色 所以我們應該是他們拿這個布 來給我們貿易的這樣的作品 但是後來感謝尤馬達魯老師的提醒 他說像這樣子的文量 除了瑪麗法群之外 在天人地區也有 然後一直到梅園到埔里 都有這塊地的蹤跡 那根據達哈姆的口述 達哈姆的口述 達哈姆之前住哪裡 租在台中縣的新色史上的公司 然後根據守城牢人家口述 我們跟白毛色有通婚 所以他想說 如果比較單純一點的話 他可能這塊布就很簡單 在土裡因為貿易 所以來我們會有柴油這樣布 但是如果假設連天門這些地方都有 他有沒有可能有另外一部就是 喀魯吉早在遠居地的時候 在兩百多年前就已經跟泰雅同婚 學習到這塊布的執作方式 然後再跟著他的前行路線 跟葛伯吉怎麼一樣 從天人 天到梅園 火系再到火園 竟然是一樣 那他對於有沒有真的是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之後可以去做更多細緻的追查 但是至少我們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是 部落現在還有這樣的東西 是哈姆媽嫁來的嫁妝 那哈姆從何來嫁來 從五公里嫁來大娘的嫁妝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在找文物裡面發現的一個 很有趣的特色 那另外一個 守成都落 不好意思 守成都落好難得 這一博物館裡面有一件 是登記了守成都落的 但是我覺得以他的配色 各方面的樣式 我覺得跟趕哈魯其他 在大娘裡面成績的都不太一樣 那反而比對阿俠的這個藥片的 無論是他的配色還有一些植物 我覺得他反而還比較接近是同一個族群的 對 那守成有瑪魯薩的東西 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當初一起開 牛米落落就是四個 八個色一起開墾 其中四個趕哈魯 兩個巴在一個 就是瑪魯薩 一個紅藍牙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有混到一兩件 其他族群的東西 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至少我們看完整理完之後 我們會比較清楚的知道 這個有可能是跟哪個族群的關係 或者說他彼此間有同分 那我們也從 也看到了這一些服飾 全部都是寫給八宅族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可能都跟巴在一個趕哈魯沒有關係 如果他是八宅族的 趕哈魯跟趕哈魯的服飾 真的就分得出來 但是目前以我的看法是還分不出來 趕哈魯跟趕哈魯的服飾 還是很接近的 那這些可能都不是 雖然說在博物館都還寫給八宅族 但是我覺得可能都不是八宅族 所以邱洛龍老師依據了一些博物館的介紹 然後也還有一些文物 他也繪製了像這樣子的模擬圖 那在複製的過程之中 我們也曾經男生服飾也曾經做了這樣子的服飾 那也是要看博物館的 大概那時候因為找不到 因為一來是沒有人研究趕哈魯的服飾 二來是也沒有讓人口去商業量產 所以你在那土裡地區 對於紅黃化的關係 能拿到最容易的布料 就是卡斯米龍的太亞族的布料 所以那時候大概要附贈傳統服 大概只是說我們先把那個服裝樣貌做出來 就沒有很仔細的視在說 塗騰口就一定是哪一種樣是哪一種 所以大概就曾經在複製的過程中 有這樣的過渡期 然後我們的潘若女士也複製了一套 那這個在展場裡面有更詳細的介紹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細講了 好 那所以大概從以前那樣到現在 我們如何從文獻 從清朝文獻 從日本時代文獻 然後從可以找到的影像資料 清朝繪圖的資料 日本的影像資料慢慢去比對 然後再藉由台大人學博物館的文物為基礎 我們如何去慢慢的一步一步 把自己的東西確定下來 好 這是我上半場主要的內容 那中場我們就開放Q&A來問答一下 然後再收集個十分鐘 然後我們再接近下半場 跟大家講說我們如何 在收集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如何一步一步來達到我們的服飾的負責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還是發現這很特別 我們有中場 他聽兩個小時真的是太哲文不認了 他有兩個小時過了 沒感覺 沒有一個啦 沒有總共兩個小時 所以就是 正好已經整理了許多的資料 那在這邊大家聽著非常豐富的 然後還充滿了一些 可以繼續試探一些可能性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對 鄭浩先回饋吧 回過給你們 黃金南大學黃金文發言 黃金南大學黃金文發言 請教鄭浩一個問題 就是不曉得那個流出的東西 有沒有時代性 對 就是有一些衣服是沒有流出的 有一些衣服是也沒有流出的 那它是不是有一個斷答 還是說我們純粹就是 可能是比如說 也許是不男生療 就是不男生的療 就是不男生的療 這個 目前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大概這些服飾之所以會被收集 大概都集中在日本時代 所以你在日本時代 從來看到這一批如果有一些有 有一些沒有 我們就很難去說 是不是清朝的時候有 或是進幾年才開始沒有 其實因為我們能看的時間點 就大概在這個時間的中間 所以的確不容易看出來 但的確我們可以看出來 有一些有流出 有一些沒有流出 但是主要是詳細的 那至於為什麼會這樣 我有一個想法 是有沒有可能是傳在裡面的有流出 傳在外面的沒有流出 但是這個後來我也覺得有一些改變 因為譬如說達爾夫的服飾 你把湯海看 其實也不是單單這樣的變化而已 達爾夫服飾有一些是特別寬 特別長的 那有一些是上面留白 下面才有圖案的 所以我 以我的判斷 我會覺得說上面留白下面的圖案 應該是傳在裡面的 然後整個滿滿的是傳到外面 這樣才合理 因為我傳在裡面 這裡外面還有一件 所以我上面留白 比如說那種廢工 因為其實你真正有直過布的時候 你知道條件的火 其實是不容易的 而且很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還有很多可以去看 然後譬如說我看前景會有無誰的呆 它其實也沒有兩件事的穿著 那下面其實遺傳漢人的根都紅 但是它的傳統就是一件人 對 但是那一件就是長衣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到後來 以前會 因為有兩件事 到後來因為越來越少人做 越來越難得做 所以做 把它乾脆把它統合成一件產 然後製作滿滿的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都有可能 那時候需要大家一起來 研究我們慢慢的討論 搞不好真的可以造出那個脈絡出來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有一張就是很豐富 顏色樣很豐富 你說如果那些真的是Ga-Hawu的話 就可以分出Ga-Hawu跟黃色 那一張 因為那個圖案實在太複雜了 然後圖案的風格之間差別很大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機會看那個圓件 然後就這一張嗎 你看右邊這一張 這是什麼賽車騎的感覺 就是有沒有機會看它圓件 然後看背後它的走針的方式 就是它在技術上有沒有相關性 或者哪一個是比較容易的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比較複雜 就有沒有一個發展過程 如果以這一張 我大概講述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如果說以這一張 我覺得非常明顯 它不應該是把這個 因為這個文物 我覺得它擁有的那個族群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族群會有黃色 有沒有這個黃色 對 見到織黃色 這就是那個 文心上講的木湖草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 木湖草其實還有爭議 因為木湖草有很多結 但是我們發現 看這個衣服 遠見它的那個 木湖草的結幣不多 對 那這一間 如果大俠想看的話 我跟妳講 台大人也寫著 博物館二樓 有 試出來這一間 所以這一間 在我們看來 它算是判禮館之類 但是我們後來看 因為為什麼我會說 這一間就是拿俠 來不撒 是因為台大其實有一批 就是這樣子的服飾 而且是整套的 就是在普利耶利之稱才值得 你好像還有一張有類似的 也是感覺就是木湖草 沒有沒有 上面一張在上面 沒有沒有 主要就這張 應該就這張 然後這一個其實 我和胡佳瑜老師 陶寧波 他也不覺得是寶貝德 而且他覺得應該是 洪安亞 那這一張的話的圖文 這一張 這一件衣服 竟然被厚容的刀卡斯 拿去做成的衣服 這張是用印製的 所以我覺得 這張到底是怎樣 其實還有很多 但是這個族群 為什麼會不覺得它是卡哈布 是第一個 它的圖文排列方式 全部是橫條的 因為像卡哈布 上面是重的 旁邊是橫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是它用的圖文 還有它的配色方式 它很有獨特性 這個跟這個 一定是同一組的 因為它的圖文 都有一樣的 再來就是 你看這人頭群 跟這裡的人頭群 就是 這一個 和這裡的文物 其實是同一個之路 然後再來就是 它很多這種 半個菱形的 然後它這裡也有 只是它這一個半個菱形 你看這個圖文 在這裡也有 其實它是用紅黑 可能圖片比較沒有 但是 它就是這樣子 切的那種排列方式 所以 一個族群 它會有什麼樣的服飾 我覺得 這個就是 這也是 好 所以我說 這件應該是拿響 就是這件 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 是拿響的 但是這件 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 它是標記給 手 在手 手持很長 但是我說這塊布 第一個 它的用色 它的織法 各方面 不像卡哈伯的 第二個 其實那一件 它不是織的 它是繡的 所以 拿響的這個 黃色啊 這些圖文怎麼上去的 它是用繡的 所以工藝技術 也跟卡哈伯 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會說 這個東西 應該不是我們的 因為它用的技法也不一樣 卡哈伯目前我們看到的 都是 如果以這種傳統的服飾 都是織出來的 有刺繡 那個已經是後來刺繡了 又跟這個系統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沒有方向來考慮 所以基本上 在那個時代 我們也可以說 很多 我曾經也聽到 聽到有一些人就說 你們中部平土族的東西 都應該一樣 反正你們已經混在一起那麼久了 那為什麼後來我還是可以跟大家講說 還是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台大人類學博物館 有很多的這種圖式 都是那時候日本時代 學者來圖理地區採集的 然後有明確採集地的 你可以發現 在這些 即使他在埔理地區採集 當初平坡族進去埔理 共同開墾 共同生活 那如果文化那麼容易 那麼快速的融合的話 那怎麼會他們採集回來的這一批文物 你在大男流眠的衣服的服飾 都是這種風格 你在哪兒想要採集到就是這種風格 你在啤啤杯小採集到 是另外一種風格 其實是還是 對我看來是完全可區別性的 所以即使那時候族群間 有沒有可能互相借用或融合 或許有 但是在大體看起來 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認為其實 平坡族群即使在埔理 同樣在埔理採集到的服飾 都是可以被區別性的 所以我才會很肯定的說 這些衣服 還在大男流眠採集的 頂多跟八宅族合得不到 但是跟其他地區不太好 各位 我想要讓那個 你剛才說 你有 你小時候你有看過 我們那邊的人職部嗎 就是 在守城 在守城 在我們家何必 他是原住民駕過來的還是 他是原住民駕過來 對 原來就是這樣 叫去守城 然後他就在家裡職部 你有看過他的職部結嗎 有啊 他在帽家客廳 我會看到他們之外 那個是遠的還是三秒行 坐在地上 然後就一個洞庭 這樣子 那一塊布 我媽媽說他坐在那邊 這個布是綁在燈上 對 我再猜 就是 他的身體 一定才會有職部結的部分 所以才是綁在 你有看過這樣嗎 所有地址都小 人是直部結的 我們是直部結的一個人間 對 看起來很像 架起來高高的 但是他的卷晶筒 就是前面他腳踢的那個是 是三角形 這個我媽媽幹就幫我們大家才聽得到 是三角形還是方的 他像是三角形 這樣子架起來 然後就是這樣子在地上 然後腳就這樣踢直直 用一個宮崎這樣有點這樣 穿過去 然後就拉過來這樣 這樣拉 這樣拉 所以是三角形 大概多大 印象 你覺得大概 大概是坐在地上 我是說那個 那個就是 立體的那個 箱子 對箱 那個箱子 那個是 好像是 腳頂住的那個 前面那個 是用腳頂住的嗎 沒錯 那是像高高又中腳頂住的 踢住的這樣子 哎唷好特別喔 他踢住那個箱 這樣就踢在前面 然後用個東西 就綁在他的腰部這樣 是像嗎 這樣嗎 媽媽你看箱子 這個是倒下來的 像這樣嗎 很磨磨 就是知道嗎 穿腳是很空的嗎 沒有 他就貼在地上 貼在地上 對 又架得高高的 不是 他腳是踢在那個 巷子上 他直接坐在地上 對 所以巷子很高 然後地上就鋪東西 這樣子 坐在地上 然後就這樣子 穿到那個 那個線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他有狠的 狠的就穿過去 然後這裡有一個 長長的褲子 這樣吧 所以你也不知道 那他是高山族 加下來 我是高山族 加過來的 他是加過來 對 沒有 那除了他之外 你還有看過其他人的直播嗎 沒有 因為像是這樣 我們就知道我才看過 所以其他人可以看 那你有聽過 達爾坦斯的 有在直播嗎 對啊 沒有 沒有 我曾經 有找 就是 我剛開始要直播這件事情 雖然說我還沒有用地基 所以剛沒有進基 因為我用的 目前用的還是桌子 然後但是我曾經 有找到一個訪問 他是訪問潘秀美 就是在水晶上 然後他那有一個時候 潘秀美就說 潘秀美是我們當的 武人 還是家道手掌 然後他就說以前 他看過他阿公 會直播 會直播 所以我也 目前我 如果說 當到時候 我想要磨地基基的時候 我應該就可以拿那一堆文字 來當藉口 然後目前男生有直播 我們老人才這樣 但是他應該不是 但是講不太 但是的確我有找到這一段 就是也不是我紀錄的嘛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相信 原來是廖家展紀錄的 水晶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水晶唱片 那個裡面有紀錄到一些 他那個唱片名稱叫 台灣最底層的聲音 然後紀錄了很多什麼 塞公的雕啊 什麼什麼 然後其中有一個 紀錄頻譜的雕就是 紀錄不到潘秀美的聲音 對 然後裡面其實也有很多 潘秀美的一些社品介紹 你記得我媽以前 他也會很懶 他也會很懶 你還記得 他媽媽我會唱的 我記得 你會唱那個 不會 因為我媽看的那個都是羅馬 羅馬字 對 他整個都是 整個故事都是羅馬 好像我以前不知道 很像是英文 對 看起來還沒 還有劉孝恩嗎 那個 他寫的 他寫的 他寫的那一本聖經 那是聖經 寫在聖經上面 對 他是聖經 對 不在了 那聖經都不在了 不曉得是吧 就隨便丟了 對 對 所以那個傳統的 服飾啊 藤蘭那種 你有用嗎 或刺繡的 對 其實葛哈佛到後期 其實也有很多刺繡品 包含那個三折的那種錢包啊 或是什麼 但是因為 他跟織布比較沒有 因為當然是比較後期的 所以我目前 因為光織布就可以買很多東西 所以我對繡紋 目前我做還沒有涉獵很多 但是我知道很多在葛哈佛家場裡面 有一些人留下囊囊的手藝 然後是那種刺繡品 對 所以也可以找一下 盡可能的 沒有的啦 沒有的啦 對不起 所以我在懷疑 如果是泰亞族的話 應該 男人不太可能會去碰 智布的東西 我相信賽德克跟其他的也是一樣 會有這種禁忌 那公會智布 這表示他應該在文化 那個時代的文化上 沒有那個禁忌 而且很可能 還是母系社會裡面的一個 漢人也是父系社會 所以漢人的男人 大概也不會去碰我們制度 所以我發現他們是一個 另外一個母系社會文化的一個 移序這樣子 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應該不是啦 因為其實大部分 其實我們了解 智布還是女生的 所以該那段子 就是為了到時候 我要碰弟子雞的藉口 但是的確我有找到 但是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不是 原因是因為大部分 其實在卡哈佛族群裡面 智布還是女生的工作 因為男生主要就是 要上山打獵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跟泛泰亞族群 也比較緊張 我們男生也要負責守衛部落 所以應該男生也不太適合去碰那些 不過 直顧這件事情 男生有沒有碰 女生呢 你如果看過卡哈佛的直顧集 我想那些直顧集 應該不是女生做的 應該是男生做的 所以其實男生參與的 應該會是在他太太直顧集的 製作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 其實男生有直顧 但是男生還有另外一種直顧 叫公姿 就是我們背的那個刀槓有沒有 對那個 或是鞭的 那個反正就真的是屬於男生的直顧 就是鞭之類的 或是說公姿的部分 對 那的確他講那個阿公會直顧 我當初看到我也是很訝異 然後我在想說好 還好我找這一段 如果到時候我要跟尤馬老師 學第幾的時候 他如果不收我的話 我會給他看這些動物 試看會不會把動量 對那個只是開玩笑 他不是常態 對 他不是卡佛那個直顧的常態 我覺得有道理耶 因為如果說這個機器 是由男生來製作的話 他勢必要自己要測試過一段 才知道說那個機器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這個說法我蠻認同的 他在測試機器 那還有任何問題嗎 那我們要不要休息個十分鐘到五分鐘 好 好 最多五分鐘好不好 因為我們四月半要結束 其實還蠻可惜的 好 那我們休息個五分鐘 讓大家 寬充一下 活動 他說 麻煩知道 那個 達人 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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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